乐华妻子从偶像练习生被大家认识 出道以来一直在聚光灯下享受着成就 即日乐华妻子参与录制《少年可期》 非常的受欢迎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他们成员之间关系非常的密切 几个小孩像亲人一般 在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抱围一团 在《少年可期》中他们要拜访师傅 遇见每一个师傅他们都恭恭敬敬 特别的有礼貌 一度被称为鞠躬男团 在节目中乐华妻子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超强的业务能力 每一次唱歌跳舞Rub他们都可以很强 随时点名大家都随时可以 这样优秀的男团也不枉乐华在圈内的名气 也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 乐华为什么可以是业内第一的造型公司 在湖南卫视航天晚会的表演中 乐华妻子去参加了演出 但在现场发现乐华妻子已经党期原因只去了五个 但是人虽然只有五个 业务能力是一定可以的 表演时忽然发现多了一个人 就是芒博新生班的马思超 虽说马思超唱歌Rub实力还可以 但是硬凑到一起也不是很和谐啊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次演出呢 你觉得马思超赛里面是否和谐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啊